要是講,大概我有補充一下雲端的這個部分的概念 然後還有這個利用什麼? Find函數,Mid函數跟IfAir函數 取得什麼呢?取得入接到的資料 那入接到,其實主要要切前面那個字跟後面那個字 前面那個字的話 我們用Find,比如說可能先找0,再找裡,再找區 然後後面那個字的話呢,就是先找入,再找接,再找到 反正找到之後就有個前面的位置跟後面的位置 那我們再用Mid 所以Find的任務主要是什麼? 找前面的位置跟後面的位置 但是他如果有找到會給你一個數字 如果沒找到的話呢,會發生錯誤 所以如果發生錯誤的話,我們可以用IfAir去把它做過濾掉 最後再用樞紐分析 這個樞紐分析表 分析出哪個行政區的占比多少 OK,然後並且切出哪一條路 前10名的部分 OK,所以上個禮拜大概就是講到這邊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要延伸就是幾個啦 所以 將來你們要繳交的作業一 就是請你到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因為我們的資料 我講過了,你不一定要用那個 就是不要用住宅切到按鍵 因為已經用過了,請你用別的 那至於別的哪一個比較OK 你可以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反正找你有興趣的都可以 你可以開放資料 OK 有沒有 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其實 越開放的政府 資料越多 越透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 目前 上個禮拜看到的是46,000多種 政府開放的 那現在的話呢,你會發現這個資料 目前的開放資料的數量 它應該會越來越多 有沒有 它現在已經47,000多種了 你看 一個禮拜呢,它又增加了 應該快1000個 1000種的 開放資料 那這個裡面的資料當然包含你生活相關的啦 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他各個機關的 還有法人的 OK,然後還有什麼分類 另外的話提供的機關 等等的 其實跟什麼公共資訊 還有什麼 生活安全 及品質 交通 通訊 有沒有 投資理財 你目前應該比較 可是像你爸媽應該對這比較有興趣 因為我有教一些 推廣部的學生 他們都對這個 投資理財比較有興趣 還有像購物 這樣遷徙 比如說 最近好像聽說什麼 又房 房屋又那個 整個 買器又起來了 但為什麼 不知道 你假設有 購物的需求 其實政府 內政部有 一個叫私價登錄的東西 就是說呢 今天 這個房子 到底他 前一手的屋主 賣多少錢 賣多少錢 他上面一定要登錄的 而且你也不能亂登錄 亂登錄的話 那個地震是會被處罰的 OK 所以這個是 有罰則的 所以大家也不敢 亂登錄 但問題是 還是難以抑制 因為其實還是會有人做一些 炒作的動作 所以其實要怎麼樣 讓那個居住正義 彰顯 因為像 你們現在可能還沒有買屋的需求 可是等到你要買屋 你會發現 天啊 你看 光那個天龍國的那個 屋價 如果你們有到 天龍國去的話 你看那個屋價 簡直是嚇死人 我光看 我都覺得 天啊 以 比我 我不敢說我的收入 比較 當然比起其他已經算是 OK的 但問題我一看 那我幾乎是要 不吃不喝 一輩子 可能就買一間房子 那我覺得我為什麼要這樣 等於是我把我的所有的青春 我的勞力 我的自由 通通賣掉 我才能只能 足夠買一間房子 而且買房子還不是說沒有 後續的 費用 那後續費用怎麼辦 所以等於是說有點是剝奪啦 OK 那大家怎麼樣讓這個 正義 得到彰顯 這個可能 要思考一下 OK 那其實最大的問題 其實有一點 就像那個 我一直 不解 像最近那個有些 立法委有提到 就像說買車子 像一台車子 一千 2000cc的好了 一年的那個稅金 大概要17000塊 可是你買一間房子 你的稅金非常非常低 大概就幾千塊而已 也就是說 那個 稅太低了 而且 一個人買一間 他付 第一個 他買很多間他還是付那樣的稅金 所以其實不是太公平 所以這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方式 那當然 這個是值得去思考的問題 那裡面當然有一些資料 你們也可以拿這資料去分析 其他要怎麼就醫 他像什麼休閒旅遊 休閒旅遊他應該有一些什麼 比如說 哪些地方吧 還是景點的 有沒有全台露營 露營廠的資料 有沒有 是CSV的 OK等等的啦 你看這邊還有很多 要什麼 員工休閒 閃花景點 這個其實可以 反正呢 你們主要是利用什麼 所以我們其中作業 請你根據 這個 這個4萬多種資料 去 去拿來使用 但是你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比如說呢 你隨便找一個 我們隨便找一個好了 是不是剛剛那個 賞花景點 賞花景點 我看一下 這個下載 比如說你要下載的話 怎麼下載 直接這邊 你就找CSV好了 或者有那個 有ESHEL檔 就用ESHEL 如果沒有的話 就用那個CSV 你要點擊他 他就下載了 這邊有個下載 但是我看一下 但這個打開這個應該是正常的 對不對 但是我跟各位講 另外還有一些是不正常的 比如說 我取個例子 像那個投資理財裡面 因為我之前 上課的話有有交到請同學去找那個投資理財那個類 類別裡面 然後呢 我們 這裡面 找全部資料 那裡面的話就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你開起來的話可能會是亂碼的狀況 那如果亂碼的部分的話該怎麼解決 其實也非常簡單 只要有個地方 把它修正一下 像投資理財好了 投資理財裡面 最常被下載的 所以像我的習慣是投資理財類哪一個最常被下載 他這邊有排序方法 有一個什麼 最常被下載 或者最常被瀏覽好了 比如說最常被瀏覽 哪一個 資料呢 投資理財最常被 瀏覽 點擊多到少 有沒有 這邊其實很方便 排序 你如果要找 想要找最熱門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那你這邊的話 最 第一名就是 個股 台股 台灣的這個股市的這個 每天的成交 資訊 那你可以點擊 一樣 這邊可以把它下載 CSV 那CSV直接就可以拿 他來 拿他來 用以私有開啟 有沒有 所以開啟 但是你開起來之後的話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開起來之後 有沒有 馬上發現什麼 哇 這個地方 亂碼 那如果你遇到亂碼怎麼辦 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如果你看到是亂碼 一 請你把剛剛下載的這個資料 比如我把它在資料桌中顯示 請你按滑鼠右鍵 右鍵的話呢 你可以開啟檔案的時候呢 記得喔 用那個記事本 你想說 記事本 CSV用記事本 沒錯 因為CSV其實就是一個文字檔 只是說他中間用逗點隔開喔 OK 我們來看一下 你按右鍵 然後開啟用記事本開啟 你會發現這裡面就不會是亂碼 那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來 你只需要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動作 一次有開 就不會是亂碼 記得喔 你就是檔案裡面有個另存心檔 另存心檔裡面喔 最大的關鍵就是在最下方這裡 編碼 因為亂碼嘛 為什麼亂碼 因為我的這個編碼方式 跟他要開的編碼方式不match 所以會亂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他編碼方式是UT28的話 那因為Excel裡面不是用UT28 所以呢 他的編碼方式不match 就亂碼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請你把它編碼方式 改成叫做ANSi 這樣子喔 按存檔就可以了 OK 你就直接另存心檔 然後把什麼 把編碼方式 一律改成ANSi 按下存檔 存檔完之後呢 你再來開啟 這個Excel檔的話 存檔 這個時候呢 這個記事文就可以把它關掉 那你就可以把它打開 有沒有 這裡面就OK 這個是因為 緊編號是因為那個藍寬不足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 A到追藍 選起來 只在其中的一條 藍 線上面 快點兩下 它就自動 自動調整藍寬 或者你也可以在這邊 這邊有個格式 有個自動調整藍寬 這個功能也是一樣 Ctrl Z 有沒有 選取 這個地方選起來 藍寬 不足 對不對 你可以在格式裡面有個自動調藍寬 它會自動幫你把藍 每一藍 藍是重向的 的寬度自動調整一下 這樣看起來 有沒有 這每一個都調很整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股的那個 每一檔股票 Ctrl 向下 總共有 1120檔股票 那它的所有的相關的成交股數 成交金額 有沒有 開盤 多少錢 然後 收盤多少錢 最高 最低 漲跌幅 這邊都有 而且是每天的 那當然你對 投資股票有興趣的同學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這部分 所以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將來遇到 那個亂碼的問題 記得 按右鍵 開啟檔案的時候用記事本 OK 然後 把它 另存一下 就OK了 這部分請各位 練習看看 所以我再把重點回 1 輸入開放資料 2 在政府的開放資料的全部裡面 找到投資理財 或者你找其他的 只要是亂碼 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改 然後找到什麼投資理財 投資理財裡面的那個 排序 我是按照什麼排序 按照這個排序 按照那個瀏覽次數排序 多的到少的 那第一個就會是 我們要的那個 剛剛的這個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練習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